呀呀,好,就是好,那大家好,那我就是,我通常是当听众,所以今天当讲者其实有一点紧张,对,也听过很多很神奇的故事,那今天就换我来分享沙发,就是我以前的沙发冲浪的经验 好,那这个画面呢,它是就是在柏林拍的,那左边这个呢,是我那时候柏林的沙发主,那这个是柏林很有名的一幅画,那右边呢,这个我会跟他拍照是因为这个是那个柏林的熊,那上面有台湾的字样,所以就是里面也都是一些台湾的图层,所以我就觉得我当然要跟他拍照啊,这样,对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介绍就是沙发的故事 好,那为什么我一毕业就去旅行呢,其实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是非常茫然的状态,就是我不晓得说我要先工作还是先去继续读研究所 所以呢,后来的决定就是我决定要先出国,对,那为什么会想到出国这件事情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大四上学期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个日本的学伴,那我跟他交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有国际观的人是长这个样子 对,我觉得我自己很缺乏国际观,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先出国培养一下国际观好了 那,那时候呢,我是计划先去德国,然后再去日本 那中间会到香港是因为转机的关系,就是可以省一趟机票钱,所以就顺便去香港玩 对,那选德国跟日本也是因为我想去看那边的农场,所以选了这两个国家 对,那有人就会问我说,那你不会害怕吗? 因为其实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自助旅行,我在那之前完全没有自助旅行的经验 而且最想得起来的那一次出国是,好像是国中吧 就是跟爸妈跟团去日本 就是那是我最近一次想起来搭飞机的经验 所以其实我非常害怕 然后呢,但是我不敢哭,所以我是进机场就是要搭飞机前 然后我就在那边默默落泪这样 对,然后可是当我搭飞机,然后上了飞机看到景色 就是这是桃园那时候起飞的那些田 我就觉得天哪,好,就变成期待了 就是害怕就变成期待 对,好,那后来呢 就是我就选择用沙发冲浪的方式 那为什么那时候会选择用沙发冲浪这件事情呢? 因为最主要就是为了省旅费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所有大学打工的钱加起来大概就是10万块钱 那我就想说,可是10万块要怎么玩欧洲三个月 因为听说很贵嘛,那当然就是最大的两个 一个是省交通钱,一个是省住宿钱嘛 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沙发冲浪这件事情 对,那沙发冲浪这件事情呢 它其实除了省钱,它还有跟人的交流 那其实以前沙发是说就是,我去借住人家的沙发 可能那个沙发都是比较不好的 可是其实现在的沙发就是非常的高级 像这个就是我住到的第一个沙发 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沙发族 他们家跟别墅一样,对 跟我家一样的沙发欸 对啊,就是很很大 就是我一去我抢说这是沙发吗?还是床 就是而且又很软,因为我家也是那种L型的沙发 超好睡,超好低,超好睡 对,然后呢,所以呢,后来我就是去做沙发体验 那这些都是我睡过的沙发 对,就是这有些是根本就是床垫 不是沙发,然后是独立的空间 对,对,像这些上面灰色的这个是客厅嘛 然后这是地点,那这两个都是独立房间 那这个就是比较像沙发的沙发 可是它还是很软,就是不是硬的那种 那左边这边呢,比较多是我农场打工换说的时候 睡的房间,对,这个就超级高级 他们其实也不算农场 它只是一个农家,就是个人农员 然后它的床就是超软,还有附暖的 然后这一整间都是我住 对,然后下面这个呢 它不是沙发主的住宿 这是一个清廉旅馆 可是它布置的超级像就是一个家的感觉 所以我就也把它拍下来 好,那就是其实刚开始沙发沙发会怕吗? 会啊,就是超级怕的 可是我怎么克服这个恐惧 就是我先找就是它是比较属于家庭的 就是他们有家人或者是有室友的那种 我会尽量找那种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找它是独立空间的 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房间的 对,我是先从这边开始尝试的 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我第一次遇到很好的沙发主 对,因为它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 所以它在德国的第一个沙发客就是我 然后呢,它就是我的第一个沙发主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超级热情 然后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玩这样 对,那这个就是 我说很像别墅的它的房子这样 然后它就是也会带我去爬山啊等等的 好,所以我后来就没那么害怕 可是还是要说服家人嘛 那我通常怎么去说服家人呢? 就是我会跟家人就是 我会跟沙发主要地址或是电话 然后我会直接跟他们表明说 就是因为我的家人可能会有点担心 那就是不晓得你们愿不愿意提供这样 那他们其实当下听到的反应都会非常的乐意 就是哦, sure,就是然后就直接给我 而且他们甚至觉得说这样很方便 就是我如果比较晚回家就可以自己回来了这样 对,所以他们就会提供 有的甚至还说要把钥匙给我 就哦,不用了,谢谢这样 对,然后所以呢 我就是会第一个是先提供地址跟电话 给我的家人还有名字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呢 我会拍一些美景美照 通常是我妈妈比较担心啦 我会传给她 那我会放这张的原因就是因为 在我传的众多美景照当中 她某一天呢,突然把我的这张美景照呢 换成了她的LINE的大通 然后呢,我就想说 怎么回事这样 然后呢,而且她在下面的留言跟人家互动还是 就是好像她在那个地方就是 哦,上面真的很冷哦,什么之内的 那我想说,哎,可是这张不是我拍的照片吗 这样,对,所以某部分来说 妈妈可能也就是 就是从本来的她其实是没那么知识 到后来她自己就是也觉得 哦,她跟着我去旅游了这样 对,那当然我也会给她看一些美食的照片 或者是说我结交到的朋友 对,还有我会把我的沙发拍给她看 就是我做很好哦,这样的感觉 对,然后还有我自己就是的个人自拍照 让她知道说我是变胖还变瘦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那时候德国慕尼黑在举办同志大游行 他们把BMW都用成彩色的 对好,那再来要怎么找到安全沙发呢 就是我觉得这是最多人就是问的题目 那最主要呢,其实沙发冲浪上呢 它会有这个是页面 这是我在网络上找的 那第一个它会有就是关于 就是你这个人例如说你什么职业 你几岁,你的兴趣是什么 再来是my home 就是我的家是独立房间吗 还是客厅去介绍你家的地点等等的 对,再来是就是照片 照片,然后呢你可以去 有的人会po自己跟沙发主的照片 或者是自己家的照片 或者是说我是po我自己个人在台湾的 就是文化面的东西 那这个照片我确实有被沙发主问到 就是他要我解释每一张的故事这样 就是他对这个有兴趣 所以他接待我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reference 就是评价 对,那评价的部分等一下我在就是 性骚扰那个部分 我会再特别讲的更深入一点 还有friends 就是你沙发里面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说favorite 就是自由的部分 那左边呢,这边是 就是一些验证的部分 那我那时候没有验证 呃,没有全部做验证 对,好,然后这边就是你可以去看说 就是那有没有 他有没有接待人 或者是说他可能可以接待 这种就比较不容易接受 对,好,那除了你自己贴 然后你去寄出请求之外呢 还有一种方式是 你可以在你的个人页面上 就是贴出你的旅程 对,例如说我下一站要去科隆啊 这样,我那时候有贴出我的旅程 然后呢,我就收到很多的 呃,讯息 那里面呢,大部分都是男生 对,因为其实在沙发冲浪上面 有一点要比较小心的事 有一些是 会有一些就是 呃,男性上面会有点危险 所以呢,就变成说 就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回应之后 大部分都是,哎,要不要出来见个面啊 要不要来坐我家 就是很简单 可是这个男生呢 他非常的 就是他描述很多 他把他接待我的原因 还有为什么想要接待我 然后他的职业是什么等等的 都跟我说 对,然后就说 就是希望你真的可以来这样 然后后来我们聊了 我才知道说 哦,因为他之后要去台湾 42天的环岛 骑脚踏车 所以他想要先了解一下说 哦,就是有什么一些 就是台湾的要注意的东西 对,所以后来我就是 就是答应了 就是说要去他那边住 然后呢,也就是 其实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之类的 对,他本身是一个都市计划师 对 好,那再来呢 有人就问说 那要怎么增加被选中的机率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 把个人的页面就是都写好来 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是 有些沙发主 他会在他的个人页面 About跟My Home的地方 他在最下面 要拉到最下面 他会有一个就是类似说 呃,有点像防呆体 就是你要写这句话在你的讯息里面 对,他要知道说你有看完我全部的讯息 对,那样你才会被接待 那如果你都没写的话 基本上他直接连看都不会看 对,然后呢 还有就是呢 呃,基本上我 有没有被拒绝是一定有的 因为我通常大城市我会 在一周前我会记二十封 对,那通常那种比较偏辟的地方 比较乡村的地方 要转很多次车道的地方 我会五天前记十封 这样,对才会被选中 对,那其他如果说 你会说一次发这么多封的话 那万一有两个同事说好怎么办 那我就会去看说 我比较想跟哪一个住 或是时间上等等的配合度 然后呢我再去选 然后但是我会跟另一个说 那就是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可以就是出来喝咖啡啊 或是就是走走之类的 对,我会这样做 对,所以呢就是也有被拒绝过 那我很印象有一次被拒绝是因为 我刚刚讲的没有验证这件事情 因为他回我说 就是他是一个老奶奶 上了年纪的老奶奶 然后自己一个人住 他就跟我说 他看了我的就是个人简介等等 他都看完了 他非常想接待我 可是他的原则就是呢 没有全部四个验证都达到的 他不接待 对,所以他就说 就真的很抱歉没办法接待你 对,就是希望你旅途愉快啊这样 对,所以我也有因为验证 没有被就是接待这样 那这边都是 其实都不是沙发主 这边都是我路上认识的人 然后这个是 透过沙发冲浪这个网站 就是约出来见面而已 没有住他们家的人 那这个很有趣是 他是一个非洲人 可是他会讲中文 然后呢 他那时候就是知道我是台湾人之后 就说 他是我沙发课的朋友 他就说 哎,你是台湾人 那你会讲中文吗 我说哦,我会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用中文疯狂的讲话 然后结果旁边的其他人就是都看呆了这样 然后呢,他就非常松一口气就很开心 他说 我终于就是洗清 就是洗白了这样 我说怎么了吗 他说你知道吗 他们这些人全部都不相信我 以为我在欺骗他们 然后我现在跟你可以对话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就是他们的朋友就笑着说 好啦,好啦,就相信你了 你真的会讲中文 对,对 然后所以他就非常开心的跟我合照这样 好,那再来呢 要怎么跟沙发组去交流 就是有什么禁忌 有些人也会问到这个部分 那其实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保持平常心 然后呢,像这个 是这个在那个博恩的沙发组 他特别有一本给 所有他接待过的人写 他就说你可以从里面 找到一些旅游资讯 或是你自己想要写也可以 他就这样跟我说 那我觉得这本很酷 我就把它拍下来 那像禁忌的部分呢 像右边这张图示 我那时候在 维也纳的时候的沙发组 他的那个个人页面就有写到说 就是他家里有养这两只猫 那你如果不喜欢猫的话 你不要来 就是他就不会接待你 那其实我那时候是 我是 我怕猫 我没有不喜欢 但是我怕 但是我就是 但是我其实会做沙发组 就是我想要去挑战一下自己一些不喜欢的事情或是什么的 对,所以我就去 我就跟他说好我可以 那我就去了 然后呢 结果我去的时候 没想到猫咪非常喜欢我 就是我每次只要打开行李箱的时候 他们就会两只全过来围起来 然后我就很怕关起来会夹到他们 我就会一直叫 然后沙发组就会觉得很好笑 他就说 这两只猫咪没有这么喜欢过人家的行李箱 我就说好 是吗?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怕猫嘛 可是就是他们就很喜欢我的行李箱 好 然后再来呢交流部分还有就是 这个是我教他们念中文 对,因为呢我们就是吃饭聊天聊一聊 他们就说 哎,你会中文对不对 我说对 然后他们就说 那我们来就是用中文对话 然后呢那时候是有两个 就是一个是沙发组跟沙发组的隔壁的住户 他是用AMBNB 然后呢我就帮他们两个设计了一段对话 然后呢用罗马评音教他们 然后呢他们就真的当场演练 还请我录影这样 就是他们在 就是假装在咖啡厅相遇这样的状态 对,但他们就觉得这很有趣 就是他们用中文去 有点文化交流的感觉啦 然后右边这个也很酷 这个是这个沙发组 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然后呢他去买的一套中文字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就是中文字的软件 那其实你看旁边这个哦 跟下面这个 都是德文的提示 对,所以呢就是变成说 我就随便找一个 例如说这个 然后他就用英文解释给我听 然后我就会选字 然后就会中 然后他就说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 为什么选了这个字 这样 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玩 他买的那个中文游戏 这样 对,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他后来呢 玩一玩之后 他就突然又想到说 哦,他的那个 他有收藏一件中国的旗袍 他就拿来给我看 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然后呢,他说 我觉得他很像就是你们 中国台湾那边的东西 然后我就说 哦,这是我们以前的衣服 这样 我就说这是你从哪里 就是拿到的这样 他就说哦,我去二手店买的 然后呢,他说 就是因为他很有中国风嘛 他就想要收藏 我说嗯,可是这一件 应该不是你的尺寸 因为他有腰身 然后又是S的那种 对,就是 然后他就说 对,我穿不下 然后就说啊,你去试穿好了 然后我就去试穿了 就完全穿得下 他说哇,这就是你的衣服了 原来他就是在等你 然后就把那件送给我了 然后他就是也很兴奋的哦 他就瞬间 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家 他瞬间把他的德国的服装 也拿出来 他就说我们就穿以前的服装拍照吧 这样 所以他穿的这一套其实是 德国以前的服装 对 那一点旗袍还在我的房间里面 好 那最主要我和沙发主怎么相处呢 其实我会做料理给他们吃 对,那你说我很会做菜吗 其实没有 我是出国前一个月 拼命问我妈 然后问很多的朋友 就是去练习做菜这样 对,速成班 然后呢 像是我就是有煮过 乳肉饭 然后茶叶蛋 然后呢 想问我穿起 好像有点便宜 但还好还好 然后还有三杯鸡 跟那个番茄炒蛋 还有那个 这个是马铃薯炖肉 那其实呢 我会去 我那时候去选料理的时候 其实我会特别想说 我怎么样最方便拿到那些食材 所以我那时候也有想到 冲爆牛肉 可是因为我不确定 冲在德国有没有 好不好少 对,感觉是东方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后来就没有做那道料理 然后也确实真的找不太到 对 然后后来呢 这个就是柏林的 就是夫妇 那他们就有 就是他们就 其实他们看中我的照片 就是我有摆一张是 就是我们新年的时候会吃全家的团圆饭的那个餐 他就是看到那张照片 他就觉得好有故事 然后就接待我了 对,所以他后来 我做完料理之后 他又问我说 那就是明天还有 就是问我说 还会不会做什么菜 我就说 哦,会做茶叶蛋这样 然后我就做茶叶蛋给他吃 然后他看了之后 他非常开心 他说 天哪 那这个食物太像艺术品了吧 那我想说 那艺术品 这只是便利商店10块钱的东西 然后结果呢 他甚至还就是跟我说 就是那你可以教我做吗 我想要每天 就是都品尝这些艺术品 然后我就想说 天哪 就是原来柏林人的眼中 就是这么的艺术这样 对 后来我就有教他做 还把茶叶蛋的食谱 翻译成英文给他看 好 那除了食物之外 我其实也会 就是写卡片给他们 像台湾不是有很多那种库卡吗 有些背面是明信片或空白可以写 我就会收集起来 因为前面是中文嘛 然后我背面就会写 就是我们一些相处的经过 然后还会拿乌龙茶跟东方美人茶 两个我觉得比较代表的茶 给他们 就是送他们的礼物这样 那还有像是茶叶蛋的一些暖心的小举动啊 就是很感人的事情 像这个是一个就是沙发主 就是我每一餐他都煮这么丰富 就是我第一天到的时候 就是煮光晚餐配红酒 然后自己做的披萨跟沙拉这样 然后我就说你每一餐都吃这么好吗 就是还要这样摆这样 他说没有啊 是因为你来了这样 而且只有你有 就还就是有点开玩笑这样 我就哦哦好 对 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 这是我非常想去的一个小镇 可是他要转车非常多次 然后我就想说 够好有没有机会去 结果那时候我的沙发主就直接说 哦你想去这边吗 好我开车再也去 可是从他的城市到那个城市 我记得开 我们好像开了一两个小时吧 就其实蛮远的 然后还要走高速公路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感人 就是他带我去那个小镇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所以这张照片到现在 还是我Facebook的就是封面 对然后还有下面这一张 就是很感人的是 那时候我去荷兰换 就是找沙发的时候 那个沙发主就问我说 他就了解一下我的旅程 然后就说 那你到荷兰好像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我说对我回法兰克福 我就要飞回台湾了 他说那你旅游欧洲这么久 有什么还没完成的心愿吗 然后我就想说 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跟他说 我好像还没看过欧洲的夕阳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夕阳的人 我说我每次都在车上就这样看 可是车子也不好拍照 所以都是模糊的那种 他说那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隔天就带我去看荷兰的夕阳 就这样这个照片 对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夕阳真的是特别好看 对很感人 那还有这个是我第一个沙发主 他就是带我去爬山 然后他一直不跟我讲 我们要去哪里爬山 他就说这是给我的一个惊喜 这个湖是给我的惊喜这样 他还遮住我 然后就说就是这个这样 然后我就哦好 就是湖这样 对 那再来呢 这个是还有的筛发主 他会准备很多的观光资讯 就把他家当新年旅馆一样 可以参考 那这个与其说是暖心 我觉得不如说是比较搞笑一点 就是呢 因为我觉得我在旅行的途中呢 有两件事情 外国人还蛮喜欢模仿的 第一件事情是我毕业的时候 就是他们看我毕业之后 对后来他们就开始毕业 就是各种 这个是台湾的知识这样 对 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呢 我有时候会想要一些比较逗趣的照片 所以我就会模仿当地的雕像的姿势 然后呢 所以这个沙发主看到我 模仿了一个雕像之后 他就说那他也要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雕像 就是说他要这个知识 然后请我帮他拍照 对 所以就是我当下就是整个笑翻 我就觉得就是哇 怎么这么没有偶包 对 好 那再来呢 其实呢 我遇到了很多很特别的 就是沙发主 那其实我怎么去选沙发 我大部分 因为我那时候有说 我是出国的时候 我是看他们就是 我是因为我不知道读研究所 或是读工作 就是先去工作 所以我就会呢 去看他们的这两个部分 所以我大部分找的 我这十个的工作 好像没有重复过 对 我就去看不同类型的工作 像是有的人是研究灵长类学 然后有的人是 对 研究猴子的 然后呢 这个是创业家 然后还有的人是音乐家 对 音乐家 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都市计划室 就非常多的职业 那这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他是一个创业家 他进口印度的棉花 做T恤 或者是背包 对 然后呢 他的网站的model就是他 因为他人也是真的蛮帅的啦 那女model就是他女朋友 对 就是省了一笔这样 对 然后呢 他非常有数字头脑 所以 我跟他聊的时候呢 他问起台湾的状况的时候 他就是问台湾的GDP是多少 台北的就是房价如何 那人民的生活水准如何 薪水多少 就是全部都是数字 然后我完全回答不出来 对 我就说 那我到时候再把这个讯息查一查 再用讯息PO给你这样 对 可是我就觉得 哇 就是 难怪他可以做 就是创业这件事情 因为他非常有数字的头脑 对 然后这个是 他住的地方 他租屋 可是他们的租屋很酷 就是后面都一定会有庭园 对 就是很重视休闲这样 嗯 好 那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工作 就是他是一位 他是我所有的沙发组里面 算是最年长的吧 然后呢 他就是一个荷兰人 那 他 哦 没有 那个是我们就是在庭园睡 就是睡觉休息的地方 但实际是睡里面 对 然后呢 退休 他就是已经退休了 那时候我就跟他聊 就是 可能 他说他下午没空 我说哦 那你是要去工作吗 什么 他说没有 他要去陪小朋友玩 我说哦 那这是你的工作 他说不是 他只是就是 很喜欢 那些小朋友很喜欢 他就是一种陪伴而已 类似志工的概念 我说哦 好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说那像你这样的话 你的生活怎么办 因为荷兰可能也 也是要一些生活费吗 他就说你有看到我屋子里面的东西吗 就是右边这张图 我说 呃有 你看像吉他就是吧 这是时钟 大概有十个时钟 他就说你知道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商品 我说真的假的 他说对 他就是他有自己加一个网站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拍上去 然后呢 他每一天基本上 就会晚上的话 就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交易成立 然后也确实在我就是住在他家的时候 他有一天就跟我说 就他要送我去机场 然后呢 他就很开心 他说我就说你没关系 他不一定要送我去 他说没有啊 可是我要顺便去就是签车给人家 就是我昨天刚成交一笔订单 就是他卖出了一台摩托车 然后他要去交货这样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哇 所以这也是一种 退休后也不一定 其实要一直出劳力 你如果懂得收藏一些东西 然后你会嫁线上的网站 其实你就可以赚钱 对 好 那大家比较在意的也是因为女生嘛 有没有遇到一些危险或性骚扰 那其中跟沙发有关的 其实算有两个 一个是我在就是 这件事情就是扯到我刚刚讲的评价 那个沙发主呢 他是评价是都是好的 但我会看评价的内容 那个好的评价是写说 就是你真的很好 他跟沙发主说 你真的很好 很抱歉就是 那我非常抱歉 我中途离开了 就这样 对 然后也没有描述他们的过程 然后我就想说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当时就抱持了 有点疑惑的心情 但我还是 因为我那时候是在慕尼黑 对 因为慕尼黑不好找 因为大城市 所以我还是寄了邀请给他 对 就是我想说应该 嗯没什么事吧 结果后来呢 就是 我后来因为他没有回我 因为我找的蛮赶的 所以呢 我就订了情侣 我后来就去住情侣 对 然后呢 结果呢 那个他就大概八点吧 德国晚上八点之后 他就回我说 哦就是我可以接待你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非常嗨 然后呢 我就说 哦没关系 就是我已经找到情侣了 那就是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 就是再到你家 或是跟你聊聊你的故事 这样 然后呢 他就说 可是他就一直就是 想要我去住他家 我就觉得 哎 好奇怪 然后甚至在我离开慕尼黑的时候 他就一直说 就是每天都跟我早安晚安 然后就说我像Yasmin 就是茉莉花儿 就是 没有那种 就是 对 然后后来我有跟下一个沙发主讨论 他说 呃 这个人很怪 你不要再跟他用 再回他讯息了 我说真的假的 他说对 就直接遗毒他 我就好 然后这件事情就大概结束 所以等于是 其实跟危险擦身而过 对 那另一个 真的是当下遇到危险事 那时候在沙发主的家里的时候 然后呢 有一个他的朋友来 是非洲人 然后呢 我就问沙发主说 因为我想说 戴客知道 因为我住比较久 啊那个是新来的 对 他不是沙发客 就是他的朋友 然后我就说 那我就跟沙发主说 你要不要问他 呃 要不要先洗澡 这样 对 因为我女生可能洗比较久 对 然后呢 他后来就说 好 他跑去问 因为非洲人大部分是讲法语 所以我没办法直接跟他沟通 对 我就请沙发主问 然后他就去问了他之后 过了大概几分钟 那个非常 非常开心的 跑来 跟我说 我们 就是 等那个 沙发主睡早之后 我们再聊 我想说 要聊什么 就是 对 然后 我当下的直觉 并不是说他可能要做什么事 而是我自己的感觉怪怪的 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我要做点 就是防护措施这样 所以我当天晚上 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住的是独立房间 我就直接把我的房间房门锁起来 对 对 就是因为我不晓得说 因为眼不通 我觉得是我跟他之间最大的 算障碍 所以 自保 对 我就直接锁起来了 这样 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是 我也没有跟沙发主说 所以我只是觉得对方可能有误会了什么事情 对 对 那这两个是就是跟那个信材会比较有关的 那再来是遇到的危险的话是 我跟左边这张图是 就是 呃 虫 那那时候我跟沙发主去湖边的时候 结果就是 我就跟他们一起晒日光运嘛 结果就有虫跑到我耳朵里面 就咻 就飞进来了 然后是活的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那个好像有东西跑到我的耳朵里面了 他们就说真的假的 因为他们完全没事 然后我就说对 他在动 然后 然后他们就说 那怎么办 然后就开始看我耳朵 就 真的有一只黑黑的 然后他们就很紧张 因为我们就很 就是很怕我在动 他就会钻到里面去 然后呢 后来就是 他们就赶快 例如说找镊姿啊 或是怎么样去想办法 想说要帮我弄出来 然后最后他们真的很冷静 就是 最后他们就跟我说 啊 你现在灌水进去 就一个男生就是 哦 我知道了 你现在灌水进你的耳朵 我说 然后他就解释 你灌完水 你要背对阳光灌水 然后灌完水之后 再瞬间朝向阳光 然后虫的逃生本人 就会逃出来 他们说真的假的 然后他就说 看你们要不要相信我啊 这样 那我们就好啦 就是因为镊子感觉不够长啊 什么的 然后就真的这样死 他真的逃出来了 然后他一逃出来之后 他就被蚂蚁 就是搬走了 因为他可能有淹到 淹到 所以他其实有点受伤 然后就一群蚂蚁 他一掉出来 一群蚂蚁就冲进去 把他搬走 然后我想说 天哪 也太就是 这种画面这样 但总之从顺利的 顺利的出来了这样 对 这是我 我那时候 人生觉得最危险的时候吧 就是反而不是 沙发冲浪的时候 对 好 那也有人问到说 那现在网站开始收费了 怎么办呢 这样 那就是像之前中汉也有提到 现在有一个 就是 但这个新网站 我还没有用过 对 那我对于 沙发冲浪开始收费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 一些说想法嘛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也有一些网站 就是一些 换数的那种网站 他们也是要收一些会员费的 但我觉得最让你难过的是 我没办法看以前的讯息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他们有一个间接性的 我没办法看以前的讯息 我觉得这是最让我难过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 像他们就会po这些 很感人的讯息 这个是我从 有一些家好友的 就是IG上面 接下来的 对 我觉得最让我难过的是这件事情 那网站不能收费的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其实除了沙发之外 还有更多的旅行方式 像是你可以去住青年旅馆 这是青年旅馆 我也会去住一些很酷的青年旅馆 对 对 就是我不一定会选择沙发 还有就是 因为沙发 你要去跟人交流 你可以选择 不要跟沙发组交流 可是他们会有点难过 对 所以他们通常会喜欢跟人家交流 对 所以我通常还是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想要一个人休息的时候 我不想讲话 我就会去住青年旅馆 对 那还有就是这个是 我有个亲戚在德国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沙发重浪 对 因为也是去陌生人的家里 然后呢 还有中间这个是我去日本的时候 然后我是参加一个活动 认识他们 我前一个月参加活动认识他们 我下一个月就去 就问说我可以住你啊 就这样 对 所以就是变成说 其实还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找住宿 或是跟人家更深度的交流 那还有这个呢 比较特别是 我是真的被便利商店店员捡回家 就我真的完全不认识他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遇到那个日本的下很大的雪 你看雪都积这么高 就暴风雪 所以呢 我搭的夜行巴士停时了 然后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当我知道的时候新干线 因为我是搭凌晨的 那新干线的车站已经关了 要早上六点才会开 对 所以我就想说好 那现在能待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就是又是暴风雪 我不想要在雪中找住宿 对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先去便利商店好了 对 就是先暖和一下 然后我去便利商店了之后呢 我就是那时候大概是一两点吧 半夜一两点 然后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找住宿 可是因为我后面要去找我日本朋友 我又怕错过时间 我就想说 那我就在便利商店待到六点好了 结果呢 那个店员 哦他会讲中文 对 然后呢 他就跑来 跟我说 他有先帮助我去理清说 我的巴士是停时的状态 因为我没有收到讯息 然后呢 后来他就跑来跟我说 呃 你要不要跟我回家 然后我想说 啊 怎么 我就想说 他说 我就有点惊讶 然后他就看着我说 就是 呃 他等一下四点就下班了 这样 然后他就想 想说就是 看我有沒有想要去休息一下 这样 就是他非常善意的 他是内蒙古人哦 内蒙古人来 日本读那个硕士 然后我就说 哦 那你家有谁 然后 然后他就说 啊 我家有我的太太 就是他会照顾你 这样 我想说哦 好吧 然后我后来就真的跟他回家了 然后他太太就在门口迎接我们 这样 然后呢 他就是真的很感人 因为他太太就是先帮我热食物 因为我其实有点遭到风寒 然后呢 就是还帮我铺 铺地垫这样 对然后就跟我稍微聊一下 这样 而且他先生其实算是 带我回家 因为他大概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 他就换了一套西装 然后就出门了 对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回家睡觉 他是带我回家 外面换衣服 然后他好像还有另一份工作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感人 就是住到这样陌生人的家里 对 然后还有 再来就是 这个是沙发组介绍的 另一个 另一个住宿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 他问我旅程时间 结果他发现 他没办法接待全部的部分之后 他就说 我帮你问了我朋友 他另一个时间可以 所以呢 你在我这边结束之后 你就去他那边住吗 这样 对 然后就是非常热情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种 方式找沙发 等一下我要问明信片 不行我要马上问明信片 那是你自己画的明信片吗 没有 那个明信片是那个 就是沙发组介绍的那个 那个人画的 对 然后他其实很特别是 他有在用沙发重浪的app 可是呢 听说他去西班牙一趟了之后 他的app就完全都是西班牙文 所以我有去看他的页面 我就觉得天哪 这根本就是假账号啊 就是都没有任何东西 之前说我喜欢音乐 就是类似这样 对 然后呢 可是他其实超想接待外国人的 可是他一直不会用那个app 对 然后他也是 我觉得他就是材质 就是会音乐也会画画 画的超美的啊 超美的啊 我还有录他画的那个过程 对 等一下好一件事插播一下 50人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451 那太失望了 你会怕我们的人 刚才有一些人退出了 有吗有吗 不然就已经50人了 刚才有50人吗 我们一直顶着 我们没有看到啊 我没有 我太开心的一直在讲 什么 大家要不要先拍大海照 因为我怕等一下大家陆续 因为已经8点10分 我怕大家陆续又离开 看一看你啊 都都可以 还是我讲到QA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差不多讲完之后 就会是QA的部分 大家就不要离开 我们要帮很多人打海照 有很多人要离开吗 不要离开 好 那就是这是我最想念的沙发组 就是 这个就是研究领长类学的女生 所以他后来接待完之后 他就是又去英国研究 英国的猴子 他是在欧洲各地研究猴子的人 对 然后呢 为什么我会最想念他 主要是因为我跟他其实 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 他就是我的老朋友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他这个是他去南美洲喝的一种 马带茶吧 我记得 对 他就给我 做给我喝 对 然后呢 这个是隔壁用AMBMB租屋的 就是意大利人 对 然后呢 但是因为他的那个租AMBMB就是变成说人家只会跟你要死 有些是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选AMBMB是这样 对 所以他就是就跟我们一起玩 因为他的屋主也不在 对 然后我为什么最想念他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是他发现的第一只猴子 那在灵长类学里面来说 他们的规则是 我发现了这只猴子 如果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新的猴子 我可以帮他取名字 对 然后呢 他取的名字是什么 就叫做Ivy 就是我的名字 对 所以他就觉得 听到你也叫Ivy这样 对 然后呢 可是他后来就是很惊讶之后又很抱歉 我说怎么了吗 他就是有点有什么事这样 我就说他就我就说怎么了吗 他就说 呃可是你不要生气哦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他是男生 我说哦没关系 然后他还解释 他说那个是因为你知道猴子在就是 他刚出生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的那个那个器官的地方遮住 所以所以我看不到 所以所以他就还解释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 对 所以这只猴子也叫Ivy 只是是男的 然后呢 说到这样的关系呢 我觉得主要是 呃他带我体验了很多长 就是他们平常的生活 例如说他带我去游泳 对 那我觉得这很有趣的是 他那时候说要去湖边 然后我就想说 呃是要去就是野餐吗 因为我们平常台湾去湖边都是去野餐啊之类的 台大岁月湖子 结果后来啊 他就说准备一下 我就装了零食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穿一些保暖的衣服 我就去就是野餐 然后结果到那边的时候 他就瞬间把衣服脱掉 然后呢 就里面就是泳装 然后想说 现在要干嘛 然后呢 他们就说走吧 游泳 然后我就想说 什么我没有带泳衣耶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呃我没有 我没有换泳衣哦 然后他们就说 刚不是叫你换衣服吗 我说是是那个意思吗 不是要穿保暖一点吗 对 所以他们就是 就是他们就 很感恩 可是很感恩的是 他们就帮我借了 跟别人借这个 可以漂浮的 然后呢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不会游泳 然后就是让我直接 他们两个推 然后让我去游泳 湖中边游泳 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换气 对就两个人这样带我去 然后我们也一起做饭 就是做炒饭这样 还有我们去了当地的 他那时候很好笑 那时候我刚到的时候 他就直接问我说 哎你隔天要不要跟我去废墟 我说什么 就是有人这样问的吗 然后他就说 我要去一个医院的废墟探险 你要不要一起来 然后呢 啊我当下也不敢吃了 我就说好啊走啊 就是所以我们就去医院的废墟了 这样这个 对然后也有跟那个 就是隔壁的室友 然后呢后来他还带我去 德国的市民农园 对就是他朋友 去那边参观 所以我就看到 哦原来德国市民农园是这样 然后里面还有小房子 有沙发 就可以煮菜等等的 对所以我最想念的是他 因为就是撩起来 可以什么都不做 然后他也带我看到 很多常人的生活 包含一些 因为他其实算是 里面经济比较没那种 富足的沙发住 可是我就问说 那你为什么还是想坐沙发 他说当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现在在这边 因为工作关系 我获得了这个租屋 就是我 所以我想要在这个时候 也许我下一次 就没办法这样做了 就是我想在这个时候 接待人 尽管也许 我的空间没有很好 这样 对就是他在 尽可能能帮助人的时候 不能帮助人 但是他自己 你会看到说 他在选一些蔬果啊 或者是说 他会去找一些圣食 对或者是说 去看看人家路边 不是会丢一些 不要的东西吗 他其实也都会去看 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到说 他的经济状况 大概是怎么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我最想念的沙发住 那再来最特别的今天 就是MPS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中世纪的party 对 所以呢我们就是 到了一个地方搭帐篷 然后他们也很特别 这是我沙发住的朋友 然后我的沙发住 就立刻帮我找了一套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农妇吧 就是帮我找了一套 他们中世纪的服装 然后就让我穿上 这些都是他们中世纪的服装 然后呢 在那边就是 这个是那个活动的名字 我们是用金币做交易 没有用欧元的 对 就是我们会先换金币 有一个服务台可以换金币 对 然后还有会看他们一些 他们会表演 这是公主被就是坏人抓走 然后拯救公主的故事 对 他们就是演这一出戏 对 然后还有最后晚上会有ban 就是会有一些地下乐团 我们就跑了好几个舞台 就他们总共有四个 所以我们就那四个一直轮流看 那我会放这样照片 是因为我觉得很酷的是 他们其实很疯狂这些乐团 就是上面在唱的时候 他们都会跟着唱歌 然后甚至在最后 因为这个好像是压轴 他们就是开始跑圈圈 就是围圈圈跳舞 然后我想说 哦哦就是很嗨这样 结果后来不知道讲了什么之后 全部人就坐下来 然后开始划船 划船 那我想说这是怎么回事 对就是划船这样 然后因为我后来就跟他们 一起去划船了 所以我就没有拍到那个影片 对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疯狂 然后也看到他们一些 很中世纪的东西 对那也有人问到说 我最喜欢哪一款啤酒 就是左边这个 他们叫Meet 好像是MET吧 对但是我后来一直没有 在德国的市面上看到这个 这个啤酒 对我只有在那个派对喝到过 对 好再来有人问到说 问题其实是最恶心的沙发 但就是我觉得 他也没有到恶心 就是我就定义为 比较难接受的沙发组 有一个 那那个也是有负品的 他反而他有负品哦 可是我还是决定 自己邀请给他 为什么 因为他的负面评价是写说 他的居住环境没有很好 就是厕所很脏啊之类的 对然后还有的是写说 就是他都一直讲话 就是没有尊重我的感觉 类似这样 对那我想说 你这好像还好啦 然后我就也一样自己邀请给他 然后也确实 这个沙发组是一个很好的人 对可是确实就是有负面评价上面 说到的东西 这样 对但他也有跟我透露 就是他很开心 我跟他这样交流 因为他就是 那时候也有一个法国女生 待在他的 就是一起 一起在他的房间里面 可是那法国女生 就是不太想理他 就是要不要出去玩 他就不要 然后还会偷偷就是在他 就是他就很缺 兴趣缺缺的沙发组 我走了之后那个法国女生 就会当着我的面 就是那边翻白眼这样 就是就很烦 之类的 那我想说 嗯这是什么情形 那只要我沙发组来邀请我 我就会说 哦好啊 就是一起去吧这样 对 所以他后来也有在最后就跟我说 就是他很开心 就是我都很愿意听他讲话这样 然后愿意跟他分享事情啊 什么的 对 对 他说大家都不理他 他接待过这么多人都不理他 他就很难聊吗 还是他真的话太多 好好笑 他就是话比较多 然后他会 就是像我那时候 其实在他家 我也有就是用锅子 就是我可能用错了方式 然后他就直接就是 天啊你怎么会这样用 就是很激动 然后我就被吓到 我想说怎么了吗 他说我不是告诉过 你不能这样用了吗 然后我就想说 哦好就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人就会 因为这样就觉得 就是你在激动什么 或是怎样的 不要怀动 对 所以就是变成说就是 他其实是个好人 对 对 可是就是可能在一些 呃就是 一些讲话方面 呢会比较注重自己 对 然后还有缓居住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有住过其他的沙发 你就会觉得 嗯这边就是 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得干净 对 对 对可是我自己是就是因为我已经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找他沙发 我就要睡火车站 所以我就觉得已经比火车站好了 所以我就会很开心的跟他交流这样 对 然后呢这个是我在那个地方吃到的五花果跟那个风景 我就不放人家的照片了 对好 那旅途之后到底获得什么 就是我觉得是我在这整趟旅程当中 我为什么选择自己去 是因为我想要去了解我自己喜欢什么东西 所以我也会不断的去跟沙发组对话他们的生活 我想找到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对所以呢后来呢在不断的对话过程当中 我后来回国后我也默默的就决定说我就是直接工作 就是我再也没有所谓的茫然 然后我也知道说我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未来生活可能大概会是什么样子这样 对所以呢我觉得旅途中 旅途之后我获得就是比较真实的我吧 就是我可以知道我喜欢什么 我现在要做什么决定 对我做决定都可以变得很快 然后那问题发生了我要怎么解决 对就是勇气的部分 那就是这个就是我回来的时候是晚上 所以就是拍桃圆的夜景这样 好那我们先还有十分钟 我时间交得刚刚好耶 好就是呢我们可以先拍照 然后呢等一下这是比较偏自助旅行的QA 那大概还有十分钟 如果大家对沙发冲浪没有 看有没有在提问的地方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往自助旅行的部分去做回答 好的请大家开了你的镜头 还有你的麦克风 然后我们先为银轩鼓掌下轻轻的分享 真的很精彩 而且提到很多干货耶 虽然就是银轩没有把干货 就是你知道的 裂出来干货123 可是真的很棒 今天是银轩的爸爸吗 还是妈妈 好想看爸爸 今天是爸爸 哇 妈妈过来 小猫 跟咕咕跟咕咚 咕咕跟咕咚 你们家好温啊 好可爱哦 大家有没有都开镜头了 现在这34个人是怎么回事 有些人没有要拍照 对不对 那请佩提老师还有鸭鸭 就是都帮我们拍 然后银轩要不要紧静动作 银轩应该有很多拍这种动作 对不对 就专业吧 好是专业 然后等一下再想一个哦 大概 我再想一个哦 好 是V是Ivy的 V耶 他们跟我说是Vicory 对啊是Vicory的意思 好准备哦 虽然不是我要拍 但是我要喊一个 一二三 所以到底是谁在拍 我刚才有拍一张 我刚才有拍一张 太好了 阿柴有举手 阿柴有要问问你们 你阿柴没有开麦克风 你是不是想先按到 暗闲 暗闲 暗闲吗 暗闲举手 对我举手了 你要问问题吗 我没有问题要问 我有经验可以分享 可是我不是沙发客经验 我是host的经验 因为我们以前也就是参加了沙发冲浪这个网站 然后担任host 然后接待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沙发客 然后就像刚刚我听到 Ivy说她在每一个主人家 她都会很认真的去准备一些 比方说不管是跟对方互动交流 甚至替他们煮菜 或带一点小东西 我觉得这个对双方都是很棒的经验 那我也有遇过来我们家的沙发客 带这个行李箱 从住进来开始 基本上他就没有表现出他想要跟我交流的意思 然后他就把我家当成一个旅馆吧 我想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觉得这种感觉实在是真的是非常奇怪就对了 然后 当然各种各样的沙发客都有 然后也有跟他们交流的很不错的 然后我们也有接待过像来自日本的一家人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住台北 我们家是在宜兰 然后那一家人在我们家睡一晚 然后第二天早上他们醒来说发现是公鸡在叫 他们就非常惊讶 想说竟然有听到公鸡叫他们起床的声音 然后因为我们都聊得很开心 他们回国之后还寄来了 寄来了算是像纪念品之类的东西吧 然后后来有一年我们去日本玩的时候 也有跟他们联系 然后联络以后他们就带我们去 因为这个男主人他是在独卖新闻工作 就在皇居对面那一栋大楼 然后就带我们去独卖新闻楼上 他们公司的那个餐厅用餐 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特别的经验 反正怎么讲呢 可是后来有一阵子因为我们工作 就是比较忙碌 就没有上这个沙发客网站 继续接待 然后最近再上了这个网站就发现说 天哪要收费了 因为我们已经好一阵子没上去了 当然没有缴费 所以就目前就没有再继续 我只是觉得有点好奇了 为什么我在这里担任host 我要上这个网站 然后还要付费 这让我有点无法理解这样子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大家就开始去找其他 所以以后就到底还能不能接待 就看缘分了 其实我不一定是host 就是从上面 我也有捡过别人回家 就是我之前就是有一次 就遇到一个环岛 走路环岛的人 然后我知道他那天晚上 他本来告诉我说 他要去国小打 就是大概睡帐篷这样的意思 我说不然你就跟我回去住好了 这样也是蛮有意思的 安玄有在我们的社团里吗 把世界带进教室猎人头的社团 没有 这个社团我们就是也有在 有时候会找一些沙发组或是沙发客 这样子 我会知道今天这个会议是因为 刚好我先生看到了 他不知道看到谁的文章 然后他就叫我们家小孩上网来听一下 因为我们家小孩现在在德国 然后 然后 他就叫他 你上去听一听啦 他可能以后也可以去当沙发客吧 我上 好棒 竟然爸爸妈妈推荐小孩去当沙发客 那很棒 对啊 这样真的很好 因为我在欧洲 我遇到他们其实大概 16岁左右 他们爸妈就会叫他们出去 就是叫他们去 所以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大概16-17岁 就大概确定他们以后要做什么事情了 对就是我觉得 小间旅行其实有时候也会帮助自己 行一些事情 对 是啊是啊 反正早早把他们丢出去就对了 对对没错 你平常有在用脸书吗 谁 你平常有在用脸书吗 有啊有啊 那我们把我们的社团丢给你 我们列到一个人头了耶太开心了 哈哈哈 好啊没有问题 好 那有其他人有其他的问题吗 就是如果没有的话 我要问问题 谁 我 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所以你出国前就是有特别学语言吗 就例如说学德文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你跟这些沙发组交流之后就比较确定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想要问尹萱现在在做什么 哦好 就是沙发组结束之后再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好 OK 那第一个就是我那时候有学德文 但我觉得德文很难 所以我只会简单的单字就是 请谢谢 类似这种 对 因为我那时候只学了一个学期 然后所以我大部分是用英文跟他们交流 那其实那时候在德国的时候英文 你如果是比较年纪就是比较大一点的长辈可能就没办法用英文 对 可是我也是有我在路上遇到帮助的时候 哦因为我曾经就是这也 那个有人问到说我自助旅行有没有就是很不愉快的经验 就是我曾经在我刚到德国一个礼拜的时候 我直接被公车司机打嘛 因为我就是他有他的口音 然后我觉得他口音有点像西班牙 就是都在他的嘴巴里面 所以我就听不懂 他就跟我说我要换那个23号线到那个我要的地方 然后他就说你你听得懂英文吗 我就额点头 然后呢他就说 然后后来他就讲之后我又就是很困惑 然后他就直接大妈说你到底懂英文啊 就在全策人面前骂我 然后我就就是觉得哦超难过的这样 对所以我后来是用 就是我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 那后来那一次是一个老奶奶直接拉我到旁边 就是用英文很缓慢的跟我说明这样 对对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我现在 我觉得其实更真实的自己主要是说我在生活上面吧 包含一些选择力的部分 我会知道我要不要这个东西 像是我那时候在德国有遇到我搭错火车的情形 那我就是很立即的去判断说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是要跟人家说我会迟到吗 然后我接下来要怎么换车 就是我会很立即的去处理一些事情 对那因为那时候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 呃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些舒适圈 所以你可能就会找人帮你解决之类的 所以我主要旅行我觉得是训练我去决定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那更真实的是自己吗 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是就是客服老师 然后兼儿童之家客服老师兼那个香草的讲课 对 兼香草的讲课 我后来其实我在翻照片的时候 我就发现天哪该不会就是有就是一些安排吧 因为我就发现我去到的一些 也包含他们做的料理给我吃 我现在就完全能够知道说那个叫什么 什么什么样的就是香料 对像金莲花之类的 就我自己也蛮惊讶就是可能无形之中我也被影响了吧 所以后面才会走 对 好 那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那如果有吗 还没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先 呃 大家要听自处理什么QA吗 还是就 就是 我慢慢把它讲完 那如果有不行要先走的 不可以先离 黄阿财同学 你刚是不是有要申请加入社团 可是你没有回答问题 这样子我们是没有办法加入你社团的 好 你可以继续QA 好 OK 哦他还在答 好 那就是自助旅行 就是有些人是问到自助旅行的部分 那第一个是自助旅行会遇到什么困境 那基本上的困难我觉得就是 呃第一个是语言的适应吧 就是我刚到德国的时候我其实在适应语言上的部分 对 然后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自助旅行跟跟团 就是你要自己去规划你的旅行 所以有时候其实很烧脑 对那我有时候其实我也会就在 在哪里就是就是在排行程 因为三个月的行程 我不太可能在我出发前就都排过 对 然后我自己也会留一些空白的时间 像我在德国旅行的时候 我就是有留空白的时间 所以我最后才能排地的去生态社 对如果我都订好的话 其实我没法去那边了 他今天好可爱 好 然后再来在旅行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我刚刚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我刚到德国第一周的时候我超想回家 对就是我就是每天被人家说你英文很差啊 然后你到底懂不懂我们说的话 好像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到了德国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第一周的时候我就是就是很想哭 然后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来这边折磨自己 然后我那时候很想回家 但我还是觉得我必须把这件事情完成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不做 我以后就没办法做 然后是因为毕业的时候也没有男朋友 然后呢也就是没有工作嘛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很自由的状态 对那我现在不做 我觉得我以后也不会做 所以我就是没有去 就是后来没有回去这样继续把旅程完成 那再来就是有人问到说那如果我害怕的时候 我会怎么让自己不害怕 其实我会去分析就是为什么 你们看不到我的那个对不对 好等我一下 我突然发现我的画面没有那个 这样是不是就看不到 因为我刚那个要 现在有 现在有了 这个 好 我现在想要请你关一下吗 会不会有杂音 第三个问题 就是怎么让自己不害怕 我其实会先去分析让我害怕的原因 像我那时候出国前我超害怕的 因为我身边的人只有工作跟读研究所的选项 然后也没有人去过德国 也没有人要出国 所以我完全是没有就是算蛮孤单的一个人吧 然后我就想说那孤单是我害怕的原因吗 不是因为我一直很想 对那再去分析说那我害怕的原因是什么 是资讯不透明吗 就是我可能不知道德国生活是怎样吗 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后来就去图书馆找很多书 对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害怕减轻 对那后来到了德国 有不愉快的经验主要是因为语言嘛 就是就是我有点听不懂 因为他们讲太快了 所以呢我就去就是查说 例如说德文的讲慢一点怎么说 然后还有就是我会去就是查说 那如果听不太懂英文的话 就是我就后来去抓他们的关键字 对然后所以沟通下面就有比较顺利了 对所以我会去分析原因 然后去找到让我害怕的地方 然后想办法去把它掌握的更多 这样我就会不害怕这件事情 对那再来是女生在国外的生活跟安全性的问题 那其实女生在国外比较多就是 例如说会有一些人可能跟你搭讪啊或是什么的 那我自己是没有被搭讪到 但是我有过就是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小镇 那我因为玩的太嗨了 所以我没有搭上我预定的就是火车 我搭到末班车 所以我那时候回到我住宿的地方已经半夜了吧 12点多对我爸妈不知道 然后就是就是那时候呢很幸运的是呢 旁边有一对家人他们也要出游 他们也是搭末班车 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他就过来跟我说你可以站过来一点 我说嗯怎么了吗 他说因为后面有人在喝酒他们喝醉了 对那你站过来一点他们就不会来找你 我说哦好谢谢你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呃大家如果一个人女生去国外的话 你可以想办法就是创造结伴的感觉 或者是说你可以在例如说你住情侣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跟情侣的朋友做结伴 对就是你去创造结伴的感觉 或是你有一个结伴 你有一个人在旁边两个人 其实就比较不会有一些安全上面的问题 对好然后再来都英文跟的国人沟通啊这个回答过了 那还有就是履行中身体不是的时候怎么办 我有遇到两次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对那其实我都有保保险 对可是那两次身体不舒服我都没有去看医生 第一次是在德国 我好像有点感冒了 对然后呢那时候连我沙发组都说要带你去看医生吗 这样就是他觉得我好像有点就是咳嗽没有好 对然后呢后来我就说不用 然后后来我因为我真的很想去看那个那时候德国有那种紫色的花季 就很像薰衣草但不是薰衣草 然后在德国的北部而且只有那个八月才有 对然后我就是为了这个算是我德国一个很重要的行程 所以我后来就还是去了 但我也没因为我是骑脚踏车 然后结果好像可能运动了一天吧 所以我回来之后就好了 就是也没有去看医生这样 对那这个当然是比较好的案例 可是第二个就是说 我有一次在日本的时候也是 就是着了风寒 就是感冒 然后那时候是我刚到日本的第一天 那我就觉得不行 怎么可以第一天就感冒呢之类的 所以我就还是有点逞强的出去 结果没想到我后来回来之后 因为那时候日本很冷 就是二月吧对 然后结果我更严重 就是变成说我只能躺在床上 所以我后来就乖乖的躺在床上躺了一天 然后就好了 当然我会带一些就是常被药 就是感冒啊或者是退烧的那种 就是药局买得到的药 这样来就是维持 但如果身体真的非常不舒服的话 还是建议去看医生 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旅行中最难忘的 过程 最难忘的部分我觉得其实蛮多的 像左边这张照片 就是也是我很难忘的过程 那时候是生态社区的人 带我们去就是坐小型飞机 然后这个飞机是真的会上去 这是德国的地方 然后这个司机人很好 就是他让我 他会让我就是自己驾驶一段时间 对可是他当然会帮我控制住 对所以他就说好那你现在可以给你试了 然后我就自己试着操控 我就觉得天哪开飞机超难的 因为我完全感觉到我往右 然后飞机就整个就是要快要坠机的感觉 我就说天哪不行不行 然后他就帮我喬回来 然后就是再让我继续试 然后后来我试了一下子之后 我就跟他说哈哈好了 就是我不用试了你开吧就给你开吧这样 对因为我就觉得天哪我可能真的没有天分 对可是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就是 因为我在飞机上就一直跟他聊天 或是我就是整个很很惊呼 然后我下飞机的时候其他人也是 我们这个是要付钱去玩的 然后大家就说你怎么在上面那么久啊 就是他其实让我绕了好几圈 对但其他人都是比较小的圈数这样 对然后十万块剩多少 其实我这个十万块是不包含机票的 我家机票还有相机 然后我那时候还买了一台旅游用的笔电 类似平板那种 大概花了十五万 对十五万 然后我剩多少几乎是没钱呢 我是花光我所有的积蓄来做这一次旅程 那人家就问说那我之后去日本就是怎么办 那我其实是中间回台湾 然后我就立马找了一个工作 然后又很幸运的找到那种展棋式的工作 就是一个月而已 然后我就赚完旅费之后我就去日本了 就是赚完赚钱花钱 然后再赚钱再花钱 一专业就赚到旅费哦好厉害哦 因为去日本不用不用太多钱 因为都是就是搭连行啊或什么的 所以其实不会不会太贵 刚才有人好像都问说你的旅费是现金带在身上吗 哦没有我会就是我会带一部分 然后我一部分会用刷卡 然后一部分会有提款的 就是我会分开来 对我会分开来 因为全部带在身上其实有点危险 对我身上会带一些美金 以备不失之需 对我会带一些美金 嗯好 然后我没有在旅途中转外宽 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资助旅行 就是我还不想挑战到这么高的层次 对就是先克服自己的害怕这样 嗯然后国外念书的机会这个问题 我有问我的朋友 我可以等一下再po到讯息里面 对 嗯然后还有说 嗯这些经验可以提醒高中生去具备什么能力 我觉得 其实 要出国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难 你只需要克服你内心害怕的东西 然后你人在 其实就可以了 因为钱的事情有些也可以在当下就是当地解决 对就是你可以例如说转外快啊或是怎么样的 对那当然就是像是如果你有一些语言的能力啊等等的 你可以更了解这个德国的文化啊或是生活 可是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难 因为像我有跟荷兰的沙发组聊过 我就会说 因为那时候我第一个接待我的沙发组 虽然我跟他就是都很合的来 可是因为他刚从美国回来 然后他最后居然竟然跟我说 Your English is so broken 就是说我的英文很烂 然后我就觉得大受打击 然后我后来就问那个荷兰的 我说我英文是不是真的很烂 然后他就说没有啊你英文超好的欸 然后我说真的假的 他就说对啊 他还接待过那种连A到Z都不会写的人欸 我说那你们怎么沟通 然后他就说用画图的啊 就是用画图的方式沟通 对所以其实其他的语言啊 或者说规划的能力啊等等的 我觉得那些都是可以培养的 可是勇气这件事情 只有你自己才能就是告诉自己 自己才知道怎么克服啦 对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好然后最后就是 现在是去跟农场换出可能没时间分享了 所以就是再看说就是之后有没有机会 如果大家 以后你这个留下一场啦 哈哈哈哈 对就是大概大概就是我换出过的农场 跟左边这个 好大家要紧盯F1吧 这个是 很可惜这样 对好那今天就是谢谢大家 然后这个就是我说的 我就是用了转机的机票钱 就是它是同一个机票钱 然后可是我用转机的方式到香港玩了一周 对然后去香港参加他们的赛嘛这样 对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旅行方式这样 OK好谢谢大家 谢谢Ivy 谢谢 你看Ivy的下一场了 拜拜 谢谢大家 今天已经有味道了 拜拜 拜拜 拜拜